歡迎收看二分級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梁 我去問你們家 你們家很大耶 三房兩廳耶 小朋友的嬰兒房 什麼時候可以弄得出來啊 嬰兒房是啊 沒有辦法 因為三房兩廳 房間全部都滿的 我知道 你老婆說你房間都擺一些什麼樂膏 沒有用的那些玩具嗎 有放一點點 有佔部分空間 他要我來跟你說 他現在給你最後的通牒 樂膏跟你兒子 你只能選擇一個 這還用選嗎 血濃與水 我當然是選擇樂膏 我兒子送到保母家 老婆送回娘家 怎麼跟我們家這麼像啊 我們家最後 你們家也是對不對 我們最後就是把 貓留下來把 兒子送走 送走嘛 對不對 當然呢 每個人都要有每個人的堅持 是 對不對 你們老是說我們一些爛東西 放在家裡面 佔你們的空間 你們自己呢 所以今天我們就請到了 自家如帶兵 受不了一絲亂象 歡迎我們的女人團代表 歡迎三位 當然他們對面呢 本人就很佔空間 我們聯合國行男 歡迎七位 不是很講 家裡的空間有限 但人的慾望無限 當兩人的東西越買越多 家裡的空間該如何規劃 今天各國行男 又會碰上哪些入侵領地的事件呢 歡迎收看今天的二分之一牆 比較佔空間的都第一排的 並沒有好不好 空口無憑 是 我們今天有做一個街坊 對不對 男女空間的爭霸戰 忍無可忍 我們要來看一下 他們指的是什麼 來 你們來看第三名是什麼 我另外一半都會把那些公仔什麼的 放到我家布置 所以我朋友來我家的時候 都以為我個性很Man 他就是很喜歡把海賊 往那些公仔全部亂丟在家裡 就是整個都 一睡起來 我的房間布置全部亂掉了 就變得跟他的房間很像這樣 我喜歡布置的樣子 跟他是完全不一樣的話 我會心情不太好 今天我家鑰匙不代表 你可以動我家的擺設 我家是很虔誠的佛教徒 這太過分了 這真的太過分 我們給你鑰匙是給一個方便 不是說你像螞蟻搬家一樣 把東西一點一點都搬來家裡 是不是 所以第三名是什麼呢 就是居家布置全走樣 全部都走樣 好不好 我是已經放棄了 有關於就是居家的布置 來 王先生本人是設計師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覺得他的設計 可能是只有在網路上面 你知道 就是家 家裡面呢 他就是走一個 非常之隨性的路線 隨性到就是我們家有一個區塊 已經被我列為是 然後我已經放棄了那個區塊 這邊有突圍症 東西也還好啊 那個明明是小嬰兒的 為什麼自己算到我們這邊來 不是啊 小嬰兒流浪漢耶 注意看喔 這是兒童餐飲 但是上面都是爸爸的衣服 然後這邊這個區塊呢 就是餐桌椅 都是書是不是 就是其中一個椅子上面 變書櫃 對 變成是他的書 然後以及 他回到家的話 餐桌椅基本上就變成他的辦公桌 就是家裡的那個飯桌 我跟你講我們家沒有餐椅 你知道嗎 餐椅全部變成我老婆 穿過一次的衣服就往上面披 穿過一次的衣服就往上面披 披上那個椅子都倒了 你知道嗎 真的 為什麼你說會這樣 是不是 對 就這樣 你不要這樣亂 你不要這樣亂 你們家這麼連一個走路的空間 都沒有好嗎 而且他們家還是那種大圓桌 對 餐桌是大圓桌 你坐十個人那種 大概八個人差不多吧 但一點空間都沒有喔 都掛滿了嗎 上面全都是東西 都是東西 拿那個餐桌上面沒有擺餐具 全是我老婆的化妝品 有的沒有的這張桌 他們有化妝桌嗎 他不需要 因為每一個地方 都是他的化妝桌 走到哪 化到哪的概念 就對了是吧 可能話是我之前有 某一任的男朋友 他也是很喜歡收集各種公仔 然後他那時候也是 因為我那時候搬了一個新家 然後就看我們有電視櫃 然後他就看那電視櫃很漂亮 他就把他所有的公仔 都擺得好好的擺在上面 而且是擺了很多 就陸陸續續一直運過來 然後後來我的朋友來我家 他們都說 哇塞 你有收集那麼多公仔 看不出來你好Man喔 然後我就會冷冷的說 那都不是我的 但是重點是 他都會把他的東西塞來我家 但我自己要把我的東西塞去他家 他就會不准 我去他家的時候 永遠都是提一個行李箱 然後東西用完了 就行李箱放在他的那個 衣櫃旁邊的一個空間 東西用完了就要收回去 我們家很娘 你看我這麼陽剛的人 我們家多娘 我老婆有一個習慣 是 很喜歡譬如說像 如果說今天他在這邊錄影 他一定會非常開心 他喜歡那種粉紅色系的東西 女生嘛 所有的粉紅色系的東西 可是我家裡面 我也是個男生嘛 再怎麼樣你也留一個 屬於我的空間嘛 對不對 我一個小小的一個健身房 地方也不大 也不過就個兩三瓶而已嘛 你不用把我的健身房 弄成粉紅色的啊 對不對 那你的健身房 他把我的健身房 搞成粉紅色就算了 我唯一能夠譬如說 我們走上廁所的地方 舒舒服服嘛 白色的不然就一般也不是 他把我浴室整個 變成粉紅色的 這不是粉紅色 這是紅色吧 就是紅色會 很可愛啊 它會折光的 洗手台有好幾個喔 你以為在當兵是不是 不是 因為我們要一人一個 才不會搞亂 你知道嗎 因為他有習慣性亂丟東西的 這種是習慣性非常不好 所以現在兩個洗手台 有一個是比較乾淨 有一個是東西比較多 右邊那個是你的嗎 對 這個是它的 比較東西多的是它的 我的東西是比較OK 我是連牙刷跟牙膏 都會放在一起的那種 你還要干涉我自己要運動 運動那個東西的顏色 它幫我 好可愛喔 有啊 你看看 好可愛啊 我的黑色的 他用一個粉紅色 他說那女兒也可以玩一個啊 這樣配你女兒剛好啊 對啊 那個小孩拿得起來嗎 拿不起來就靠著而已啊 就扶著而已啊 靠著啊 那個是粉紅色 壓斷要真少 沒有反正 壓斷 這個可以告潘老師捏在耳頭 對啊 你們可不可以有點姿勢啊 那個是可以裝水的 社會局該介入囉 社會局 我們姿勢很好啊 那是女生用 可以裝水在裡面 可以喝水用 所以不是真的啞鈴 所以真的是黑的 那個是我用的 那他弄一個粉紅色給我在那邊 給女兒在那邊 那放到我那位置 我也覺得奇怪啊 太誇張 我覺得啊 真的就是 把我們這種男生的空間 變成你們的 真的很過分了啦 對不對 之前啊 之前我單身的時候啊 我就做一個小套房嘛 然後它裡面 它是沒有出方 可是有一個小吧檯 很帥 一定要 一定要的嘛 然後我在下面 弄成那種酒杯啊 放酒瓶啊那種 就很帥啊 很MAN啊 然後每一個朋友來那邊 他們就覺得超酷 常常坐在那邊喝酒啊什麼的 然後交了一個女朋友 然後她開始就變成 就比較久啊 常來我 常來我家住嘛 然後那個小吧檯上面 然後開始放了什麼 那個 那個 電鍋 鍋汁機 然後還有那種什麼 電爐的那種用瓦斯的電的 就全給我的小吧檯 就變成一個廚房 餐廳 那你是要做菜給你吃不是嗎 沒有 沒有 沒有啊 他就是放在那邊 然後自己弄他的那些東西啊 都沒有租給我了 我就覺得很誇張 我那個本來是帥的MAN的小吧檯 就要被他這樣子告出一個 快炒店 你們可以 小吧檯本來是喝調酒喝香檳 變成喝啤酒也可以啊 對啊 沒位子啊 至少你那些東西都可以用 我女朋友買的東西 這是永遠用不完 就沒辦法用的東西 用不完 他把我們家編成有點像 那很好啊 什麼都有 沒有 不是這個問題 你又進去好事多的時候 你又看到那個箱子嗎 就擺了一層一層一層這樣子嗎 好事多的倉庫 對 這種東西超誇張的 因為他很愛賣東西 那這個就算了 那你買一個東西 例如說你買一台電視 就是有一個盒子對不對 對啊 他說你這些東西一定要留下來 如果壞掉 就是保固的時間 你要是要用這個盒子 這是真的OK 這個我可以接受 那為什麼東西 就把那些東西丟掉 我跟你說 不誇張那個iPhone什麼都有 你看 這麼多盒子 這該回收了吧 就是丟掉 就是要丟掉就對了對不對 對啊 他不拿我丟 保固期都過啦 這個箱子也不用啊 沒有...你不瞭解他 他是想說多存一點 存久一點 那可以賣錢的 是真的嗎 沒有 他就想說 萬一你想要 對 把電視換掉 你有盒子還可以把比較好賣 是不是 有盒子比較好 包裝齊全 或只是他想要把你賣掉的時候 你可以裝在那個盒子裡面 不好意思 這裡都沒有我的大小的孩子 不好意思 就是佔空間 浪費空間 讓我生氣 我個人覺得 女生在我家裡有東西 是OK 至少你要留一些有用的 我自己可以用的東西 你有家嗎 公約也算啊 沒有 比如說 可以啊 可以 什麼西發精 因為這個我也可以用到 零錢也可以留在我家 都可以 但是我覺得很誇張 是我之前 一個女友 她留了一些 我真的不能接受的東西 例如 比如說化妝卸妝 你用得到 你今天有化妝的話 你就用得到啊 這時候我沒有在做節目 所以這種東西我自己用不到 然後那時候 我一個男生朋友他來我家 但是 那時候沒有人知道 我有交女朋友 然後他進來我家的時候 他不只有這個 化妝卸妝 假睫毛 還有 仰妝 都放在我那個房間 而且到我的電腦旁邊 他以為你是人家喔 對 他以為我有那個變妝皮 最討厭就是 正常一個男生然後被 帶很多不是男人該有的東西 像我的話就會 他很喜歡可愛的東西 他自己的房間 都有很多娃娃什麼的 可是 他慢慢也把我家 變很多那個 小女孩娃娃 兔子玩偶 還有蝦人枕頭那些的 於是他就會把我 變成這個樣子 好可愛喔 這個還蠻可愛的耶 蠻可愛 蝦蝦 這不錯耶 可是 可是有一次就是 有人來敲門 我以為我女朋友 要來看我什麼的 我就好 我就弄這樣子想給大家開心 我都有用他的東西喔 然後一打開門 哇 是這邊另外一個型男 那個西班牙的佩德羅 他一看到我這個樣子 他就 小米不打小米這樣 一直笑我耶 小米不打小米 因為我米嘛 他會叫小米 然後不打 不打好像是西班牙化的白痴 好像 對 這樣就是最近還可愛 還可以 但是我覺得我是 那你怎麼不穿這樣呢 因為我沒有這些東西 因為之前 我覺得我很可憐的一個老公 因為 之前我跟老婆一起買了一個衣櫃 我們一起用的 我一半 她一半 但是當然女生 女生的衣服比較多嘛 所以 她越放越多 我們的衣櫃變成這樣子 全部都是她的衣服 上面下面 全部都是她的衣服 真的 那你的衣服放在哪裡 所以 放在別人家 所以我 我去買了一個衣櫃 小小的衣櫃 然後這是我自己用的 她說好 但是 也是一個禮拜之後 買了一個禮拜之後 她放了她的衣服 剛開始一兩個 三、四個、五個 變成這樣 一半都是她的東西 現在的 我的綠色的衣服 都沒有位置可以放了 還有 還有啊那個 我們有一個衣櫃 這裡 衣櫃這裡 它這東西也在這裡 所以有一些我的東西 在那個地上 在藍絲裡 可是我看那個櫃子還滿空的啊 你挪一挪你應該有位子啊 但是她說這裡是什麼 這邊是夏天的 這邊是冬天的 要分 不能更換 這些 第三個這些東西是我的 就四級了對不對 對啊 超可憐吧 我完全沒有空間了 為什麼不給她一個空間呢 不是 她衣服沒辦法 女生本來就是要多一點空間啊 女生 像男生不會穿裙子 女生有褲子、有裙子、有洋裝 服裝種類本來就比較多吧 除非你們穿裙子 那當然空間就給你們 問題沒有啊 怎麼樣 裙子嗎 老師你是異類好不好 對不對 所以女生本來就多一點置物空間 這個很正常 女生配件也多 那我之前牆壁上都是 我有畫家朋友 他們會送給我一些塗鴉的畫 那我認識我太太之前 我的家就是很多嘻哈的風格 HIP HOP風格 對 這是我朋友 很帥吧 好好看耶 好看啊 帥啊 這是一個法國朋友 其實他雖然在塗鴉的世界 滿有名 然後我就 家裡都很多這種 然後突然他搬進來 他說這個 這個讓我有一點不舒服 可不可以拿下來 所以後來拿下來 那我對米勒佛那些東西 其實我很喜歡 而且我們家有大摩 所以沒關係 可是後來我們生小孩 變身很多小朋友的貼紙 都在牆壁上 我覺得為什麼我的圖不能放 然後後來小朋友 也開始畫畫在牆壁上 我的圖還不能放 那我要看 我就是要去藏庫坐一下看 我覺得很可憐嘛 好可憐 就... 才第三名 就已經這麼熱烈 那第二名還得了 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第二名 人物客人的第二名 到底是什麼呢 因為你看你買了不用 又浪費了錢 然後對外整個屋子 就是非常雜亂 非常不舒服 暫空間 沒意義 亂花錢又丟在旁邊 就覺得很浪費 對的我到處都是的話 這樣我自己的地方 也沒東西放 台北地很貴 買了一堆廢物 然後堆在家裡 我覺得很暫空間 男朋友會買了一堆打折的衣服 可是他真正替換只有兩三件 那我覺得就是 你沒有穿到的幹嘛買 萬一就是一逛街 然後一時興起 然後又買了很多衣服 這樣真的是變雜物 我覺得這樣很浪費 用不到的鞋子啊 衣服啊 然後就亂丟在我家 然後 你腳踏車你一次買四台 你有事嗎 我看你永遠騎的就是這麼一台 你不知道腳踏是非常在位子嗎 來 第二名就是買了不用 然後雜物滿屋 很厲害喔 我們是要去街頭街房 還可以訪到紅塘耶 對啊 雜物滿屋 那跟浪漫滿屋是一樣的感覺啊 有什麼不同嗎 不一樣 而且 像我的例子比較特別 我是因為工作的需要 但是因為 之前在購物台 我一個禮拜有五個班 每一個班有三個商品 所以我一個禮拜要拿15個商品 就是因為你開會 廠商會拿商品給你 你要去研究嘛 適用 你不能不拿 你不能說我家放不下 你不能 你不能說這個主持人不認真 我東西給他他不拿不適用 所以我們一定要拿回家 然後跟他培養感情 找資料什麼什麼的 所以我一個禮拜呢 基本上可以拿回去 15到20代 所以我家有一區呢 就是專門 就是我的習慣 因為我的書桌剛好 就在我的床邊 所以呢 我會習慣拿回去的紙袋 就是往那個書桌旁邊 就放放放放放 所以呢 我有帶照片 照片在我這兒 我的旁邊那一區 大概就是這樣 它本來是兩個堆在一起 然後是因為有一次 我在做功課的時候 我就聽到 就是被踢到 因為裡面很多都是保養品 然後就有那種玻璃瓶 破 破掉的聲音 因為它就是堆嘛 我就轉頭正要罵人 我家女兒踢到 我說小姐 你走路可不可以小心一點 那個都是玻璃瓶 等一下睡了是你腳受傷 他說 媽咪 你告訴我哪裡有路可以走 說得好 我就 想說媽媽怎麼不收拾 對 沒有 我的想法是我工作方便嘛 我就拿了 我就到書桌有電腦 我就可以開始忙了這樣 但是對他們來講 他們要來房間找我 就會要經歷那個就是地雷區 對 所以他最後就跟我講說 沒有路可以走 所以我後來才把它分兩區 像你剛剛都是小小商品對不對 對 他是有一次我們去沖繩的時候 然後在逛那個3C 然後他就說 突然就講說什麼 我們來 我也好想搬喔 然後我說那是什麼東西 他說現在很紅 很紅 日本比較便宜 對 日本便宜很多 對 再怎麼便宜都要一兩萬耶 對 對 都要一萬多塊台幣 然後他說只要是去日本的台灣人 一定都會搬一台回台灣 然後我說那他能幹嘛 他就說他有很多功能 然後可以做菜什麼的 可以烤 然後可以就是很多 很厲害的功能就對 可是我根本不做菜的人 所以我就很不解 就是那這台搬回家要幹嘛 那不做菜 你兒子跟年輕人 怎麼會這樣啊 對啊 你 是啊 我不太會料理 但是簡單什麼 煮一點 泡麵 冷凍水餃 泡麵 泡麵 或是你兒子好可憐喔 那個電鍋 沒有沒有 他有電鍋的那種番茄飯 那種簡單的燉飯 那種我會 可是你知道水波爐 那真的很複雜耶 然後他的那個就是食譜 又全部都是英文的 不是 全部都是日文的 你根本就看不懂 然後他雖然也有那什麼 液晶螢幕什麼 但是也全部都是日文啊 後來我老公說 沒關係 我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他就是 他就特別請人家把那個 日文的食譜翻譯成中文 你還沒學會 你還沒學會 我跟你們說 那一本書我一打開 大概兩秒就直接丟到旁邊 那根本就天文書啊 我真的看不懂 你都翻譯了耶 沒有 它就是密密麻麻的都是字 沒有 你現在已經過水了之後 那個字才會浮現出來嗎 很喜歡帽子 但是 但是其實 那可以跟杜莉結拜耶 這個不好講 我自己的帽子滿多的 這個不好講 這個是誰的帽子啊 對 全部都是他的帽子 你老婆的帽子 我一個都沒有 這很像男生的帽子耶 真的男生的吧 我全部都我老婆的 真的啊 其實我的帽子比這個還多耶 我的帽子滿多的 但是重點是 如果他很喜歡帽子 每天穿紅色 然後隔天藍色 一直換 一直換多畫 我可以讓他賣這樣子 但是重點是 他不是很喜歡戴帽子的人 他要買幹嘛 他就是看這樣子 因為我就一直看 我的寶貝 我的帽子 但有一點 我覺得 有一點變態的那種感覺 真的,女生就會這樣耶 你去那個服裝店有沒有 他不是都有 比如說賣衣服之外 他不是有那個帽子區 鞋子區 對 或者是墨鏡區有沒有 眼鏡區 他們就去拿來戴那個 戴著 然後覺得趙鏡 覺得好看 他就買了耶 不然咧 不就是了 買回家也沒有用啊 像他講的 也沒有用 那裡還有 已經五年六年的 比如說那個黑色的一個帽子 已經那個顏色 但是重點是他不丟丟 一直留著 算了 他都把你還留著了對不對 當然 我不想 男生應該會有種習慣 譬如說你很喜歡這個T恤 那你覺得 他覺得是你的風格 你一次可能會買個兩件三件 對 像我上次一出國 我好不容易找到 我自己喜歡穿的衣服的這個 這個牌子 我就一次就給他買五十件 五十件 對啊,我就買五十件嗎 而且你都 你都 你都裝得好好的 對,你看我是不是都放得好好的 對不對 我都放得好好的 這是你家還是你去拍服飾店的一角 這是我家 我這樣OK嘛 可以接受對不對 我老婆不一樣 整齊也很重要 對不對 至少我們OK也沒有佔你空間 但是 可是我老婆就不一樣 我老婆買一些什麼 她喜歡買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好比說你看 吸管 她喜歡那種各式各樣的吸管 然後買一些木湯池 沒有 它這個吸管應該是那個 玻璃瓶專用的吸管吧 不是 或是買吸管來練習 它有塑膠的 有木頭的 然後還有就是比較漂亮造型的 可愛 然後還買那個 那個湯匙是木頭的那種 就像人家吃飯和那種木頭 然後買一堆 那個杯子 紙杯也是好看的 然後就是那個餐巾紙 他也趕緊買回來 一堆放在下面 你去便利商店買的時候 人家都會付給你啊 對 然後你看左邊那個是我的置物櫃 也是砍在牆壁裡面 我置物櫃裡面 全部都是女生拿的什麼試用品 擦保養的 這個那種 都過期了 都放在裡面都不知道 好多耶 可是女生保養的東西 本來就有很多啊 那你可不可以擺好 你可以擺好嗎 那已經擺好了 只是滿了 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眼睫毛 不要貼在你那個玻璃鏡上 在他頭上 他們太衝動你知道嗎 真的 就是看到一個東西 他喜歡就是要買 一定要買 不管他有幾個在家裡 還是要買對不對 對 那你又買一些 像你說要擺好 我女朋友很會擺 我們每一個房間都有這個東西 什麼東西 心動電源 心動電源 那是沒插座嗎 他就想走到哪兒插到哪兒 對 就是 問題是他都不會 可是在家裡有插座 為什麼還要行動電源那個盒子 我也不知道 麻煩你也問一下李先生 我們家大概二十個行動電源 真的 問題是那麼多行動電源永遠用不完 因為他都不會把他充滿 那出門的時候 你非常的傷心 你就... 你有自己一個人 想說把他充滿了 自己放回去 出去出門的時候 你可以借我現在你的行動電源 我說那家裡客廳的那一個 為什麼要帶出來 那廚房的那個為什麼要帶 廁所的那個為什麼要帶出來 用完也不充 對 都不充啊 對 我想說你也要買那些東西 他說沒有這個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粉紅色的 而且我覺得他們有 某一種病你知道嗎 真的 已經有行動電源 他看到這個新出來 他還是要買耶 這個我也不懂耶 那我們來看人無可忍的第一名 有46%喔 到底是什麼 像那些髒衣服髒襪子啊 如果有些人就是會亂放 襪子亂丟還滿噁心的 我的東西就放我這兒 他的東西就放他那兒 如果放在一起的話會覺得很煩 他們很常會把東西亂丟 有問我們說 我什麼什麼東西在哪裡 結果他自己亂放 我怎麼會知道他放哪裡 然後到時候找到就怪我 我這樣很討厭 內衣內褲或者是衛生棉之類的 可能就隨隨亂放 我看了就很不順眼啊 因為每次都看到爸爸 都亂丟衣服在家裡面啊 可能在廁所都會看到他的內褲 就覺得好像有點不太好 回到家就直接把襪子脫 然後原地脫 然後褲子也原地脫 什麼都原地脫 然後我覺得這我沒有辦法接受 就是女朋友把他的東西 放在走道上面 那例如化妝品 走道會撞到 他都會亂丟就是垃圾啊 就喝完的飲料 然後變得很燙亂 桌子空間就這麼大 然後可能充電線亂丟啊 然後地上亂七八糟的 就是回家看到屋子一團亂 就會覺得很受不了 所以人無可人的第一名是 個人物品隨手放 嘟嘟呢 嘟嘟,來 去前面講 我覺得有一些女生 其實男生也有... 也有幾個男生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這個... 這個我超不喜歡 怎麼了 就是如果你喝... 用杯子喝東西 你喝不完 就算你喝完 下面會有一點點的東西 你知道嗎 對啊 那就先泡水啊 OK,好 那你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 我女朋友就是有一個問題 因為他... 我還沒有講什麼 不是,但是他真的是有一個問題 因為他睡覺前很喜歡喝一杯 你怎麼會講出 睡覺前喝什麼 熱巧克力,不行嗎 最大的問題就是因為 他把那些東西放著 然後放在我的...就是床 我的床上面就是... 床頭� 床頭櫃 對,就是放在那裡 然後他就走了 然後我就醒來 然後那個杯子就是有一天 因為他都不會收好 這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有那麼多杯子啊 他裡面有喝完嗎 對 沒有,就是... 有吸到你的身上嗎 沒有... 他是不是有幫你買意外險對不對 他剛剛不是說變硬了之後 就是變成很硬的那一種啊 那就變巧克力可以吃了啊 所以這個是女朋友的衛生習慣啦 對... OK,好,謝謝杜立 我這個不一樣 我老婆呢 其實某些工作能力很強 但她對家裡面的事情 是完全一竅不通的 所以呢 我老婆的高跟鞋壞掉了 她去修 她修了就算 沒關係,就拿出去修 可是我們早上有去 傳統市場買菜的習慣 她在傳統市場 一定有很多修鞋子 她就去買 她就去修,去拿那個鞋 修完之後她就把鞋修好去拿 拿到時候呢 她就會習慣性 譬如說可能去買個菜啊 就順便去買 回家呢 她不知道 她可能自己已經習慣性 就是把東西 她有一個習慣 就是回到家之後 她東西不會先規定 她會直接全部塞到冰箱裡面 她把所有東西塞到冰箱裡面 回來的時候就說 我的鞋呢 就怎麼樣都找不到她的鞋 好 她就開始跟我罵 就跟我發脾氣 為什麼你剛才朋友告訴我 我剛才你們去拿那個鞋 她還跑去找那個老闆 跟那個老闆討論半天 老闆說你剛才有把鞋拿走 她一直以為是她的鞋是掉在路上 其實我那個時候並不知道 她把鞋子放到什麼地方 這個事情就這樣算了 她很生氣叫我再給她買一雙鞋 第二天我要炒菜 我要炒東西給我女兒吃 後來我在冰箱就發現了 好誇張 她在高跟鞋就是放在那個 空心菜的袋子裡面 太誇張了 那你可以炒青椒紅椒啊 炒一炒 但是呢 我們今天幾位釋主 有帶來家裡面最看不慣的東西 然後我們在現場討論票選 看是不是能夠回收 我們來看看 出來我們今天有三位釋主 對吧 然後我們來看一號 一號的釋主是誰呢 就是我們的范曉凡 他的功能呢 大概就是在地上跑來跑去啊 然後就拍照 掃地機器人 這個作家是很棒的啊 對啊 很可愛啊 他們還去首爾塔證明 可是他掃地機器人 他還會掃地對不對 對 還會幫忙就是清潔 整理一下 我說的那個不會 那大概是 到處跑來跑去 價值是多少 其實我不太知道他的時間 很貴耶 到處跑來跑去什麼事 也不錯 你的小孩 可能有人幫我查一下 他會誰地大小便嗎 他應該要五六千塊 八 那這麼貴五六千塊 好 到底是什麼 那就把它留下來囉 欸 很可愛 是很可愛啊 這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很可愛 好啊 好啦 我知道你們男生 一定都會很愛 因為心情感應 一定就會非常愛他 當然 他的功能就是他很人性化 就是你叫他 他會來 但是 來 沒有 他要那個 他要連線 但是除了這之外 就是拍照 那可以拍照就可以了啊 好棒啊 可是後面是 他的角度都在下面 你要拍什麼 只能拍些去拍 不是很詭異嗎 下面有很多東西可以拍耶 對啊 對啊 而且我老公大概只有玩他兩天 就沒有再玩過他了 好 我有一次在房間化妝 我就聽到 我就聽到他在那邊 BBA BBA 來吧 來吧 對 我想說什麼東西 就沒有啦 就沒有啦 因為他來了嘛 他就很開心 他就這樣 他跑到我房間 然後就裂成涼拌了 我想說 這東西到底要幹什麼 他真的可以 對 因為他撞到旁邊的櫃子 就裂兩磅 那就這樣子啊 然後我就說 爸爸 他那個裂兩磅了耶 他 第二號的是 勢主請出列 我的一種帽子 一種帽子 這個帽子本來就這樣子 那個 他是那個 明星戴過的 對 宋志祐 宋志祐 完全是一個韓國的藝人 宋志祐是不是 對,宋志祐 Running Man的那個 對,Running Man 那個動物的一個臉 還是長得很像什麼 好,來,我們看一下 帽子的本尊長什麼樣子呢 這個可以戴嗎 很可愛啊 這個有人可以戴嗎 你可以戴這個 小朋友可以啊 然後去 滿可愛的啊 你再戴戴看 他還有耳朵耶 很可愛 你啊 好看,你看 對啊 女生蛋跑 你這樣去六福村可以買兒童票耶 要看人戴啊 不是這個 完全那個小朋友的 不是大人的 很可愛 而且這個不貴啊 不便宜啊 一千五百到兩千塊 天啊 這帽子要這麼貴啊 他可能有授權專利之類的吧 所以你老婆買回去到現在 有戴過嗎 我一次都沒有戴過 真的 你老婆知道你今天把這一頂帶出來嗎 他還不知道 那等一下回收怎麼辦啊 好的 來,我們來看第三號的侍主是誰呢 好 這個呢 是我某位女性友人 她很困擾 她跟我說 她的老公呢 就是收集了這個東西在家裡 非常的定地 而且這東西現在根本就沒有屁用 就不知道為什麼還要放在家裡那麼多 恰恰 這個好耶 這個好,這個不能做耶 她真的很用心耶 你看她自己錄的 然後錄了什麼歌上面都把它寫在上面 好多空白耶 棒喔 這個好耶 這不是這種東西現在能幹嗎 而且我跟你講 這上面好多歌我沒聽過 愛你愛得太久 紅薔薇永遠伴相隨 有誰能讓在我掉眼淚 親愛的好久不見 愛的鼓勵世道路 痛苦的歌 心慌意亂什麼 直眠不留不懂真心幻覺情 到底誰的歌 她專門錄B5的歌是不是 為了證明 她還是可以用的東西 可以嗎 她不行用了吧 我們製作單位 去了那個資源回收廠界的這一台 現在連這個都很難找耶 這個到哪裡找啊 你要留那個 一定要有一台這個可以放 是上面朝著 是上 都還能播放嗎 太感人了吧 好 我們現在就來聽聽看 聽聽看 還可以聽嗎 怎麼可能呢 可以 對 不看你的眼 那眼不見 真深夜裡白色 不願見的那個 堅持你的嫵媚 有喔 最近才在小劇單開過演唱會的 阿澤哥 是不是 你還送盤紅包 這我家很多 這個聲音已經悶到這種程度 對啊 我那時候兵變的時候 每天就聽這一首 好懷念喔 沒有這首歌 我早就掰掰了 你知道嗎 所以能丟嗎 這個都是回憶啊 對 現在也不能用了 我們現在從剛剛的第一名 開始來舉牌 嘿嘿嘿 來覺得這個BBA需要留著的 可以回收的 請舉圈 男生們幾乎都舉叉 你才是應該丟掉的啦 金敏哉 真的 金敏哉你不喜歡這個 其實我還不知道有這個功能啊 你很鬆耶 你講啊 這個電影你沒看過 沒有沒有 那個是我活化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放成粉 放在裡面 這個北韓國沒有 一個玩具而已吧 那個是泡菜 那個泡菜可以放在那個裡面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舉叉的朋友們 如果今天這一支兩千塊 我真的賣給你們 你們會要嗎 要啊 都要 你知道這原價多少嗎 原價多少 八千一萬的吧 差不多 不便宜 不好意思 過手就三折 如果你有養寵物 你就可以用低的視角拍寵物 或是拍小牌 我們有小牌可以玩的耶 所以小朋友在學爬的時候 學走路的時候可以用這個 可以記錄 可以 所以我們今天幫他找了一個新方向 對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Ken他們家這點帽子 覺得應該丟掉的請舉圈 不應該的請舉叉 大家都覺得 我覺得很可愛啊 小朋友也可以戴啊 兩位女生們覺得不應該 我想要請杜莉來戴一下 杜莉有點捨不得丟啦 因為杜莉喜歡帽子嘛對不對 可以嗎 可以耶 還很大耶 好可愛啊 KIM我覺得你可以把它賣給他 對 很可愛 我覺得你這樣戴帽子 可以去排油公司嗎 可以嗎 大家都看你耶 可以啊 太明顯了吧 換衣服而已 對 所以其實搞不好我們可以做交換啊 對啊 杜莉你就帶著回你的位置吧 因為這個你也不可能再帶回去吧 因為你覺得要丟掉了 沒有 他老婆看杜莉帶了 他就不帶了 誰要啊 對啊 再來就這一落了 我不懂這一落到底要幹嘛 我跟你講 請問你 就是經典我們華語歌壇最輝煌的時候 就是這一堆了嘛 而且你知道這個小時候很難錄 因為你要站那個收音機前面等那一首歌 對 對 一錯過你就沒辦法 對啊 來 我們來看看 需要丟掉的請舉圈 不需要丟掉的請舉X 經典 全部都是經典名曲 大家都覺得不需要 我跟你講 那個是有歷史價值的 對不對 那真是有歷史價值 它是跟著記憶走的 你知道嗎 這個是最後一天吃到 跟著你一起走的 而且你這種東西越保 我跟你講它會保值喔 男生幾乎都選擇要留下來 女生全部都舉要丟掉 因為女生沒有感情 我們不是有感情的 那個不是你錄的 如果那個是你錄的話 你不可能會把它丟掉 我以前也有自己錄過那些 我現在也還是丟掉啦 那是不是男女觀念大不同呢 現在網路上都聽得到啊 唉唷 剛剛所以唯一要丟掉的 已經在杜力的頭上了 是 就表示說它一帶上 就表示它整個東西 就是要丟掉的 欸